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怕危机 看到这些三高心率不整 肿瘤肝炎等等太可怕了吧 冬天的时候因为热胀冷缩的关系 所以你的末哨血管都会缩起来 缩起来就会很冷 这时候如果你本身又是三高的患者 比如说血压高 血管本来就狭窄了 它就走得不顺 如果是胆固醇 糖尿病的病患的话 血中本来就非常浓稠 血管在一塞车的时候 血更到不了末哨 这时候就会很不舒服 有些女性朋友更可怜 为什么呢 因为她有时候在经期来的时候 或是本身血压就偏低 越偏低的时候 越在冷的时候 血管越缩在一起 所以到远端的血液循环 就会更糟糕 所以我们的血是热的 它既然到不到末上 我们的手脚就会冷 你们比较担心率不整 心脏方面的问题 尤其是有心率不整的病人 因为心率不整的病人 当他的心房在颤动的时候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微小的血酸 这些血酸 大血酸的时候 它会造成脑中风 吸气梗塞 但那些小的微血酸 它就会一直飘飘飘飘 飘到最末哨的地方的时候 突然间就会堵起来 所以有些人冒险到山上去爬山 去爬血酸 这个手套一湿 尤其你的布手套 一热出汗 然后再一冷又缩在一起 整个人就冰冻在那地方 末哨的地方最容易受到伤害 末哨突然之间堵起来 你刚刚提到的会有什么感觉 就是冷而已还是会痛 急性读起来的时候 大家要去体会这种感觉 就是拿个橡皮筋绑住自己的血 你绑了大概十分钟左右之后 你就知道就开始 我们通常英文叫有五个P的症状 就是第一个疼痛 血流过不去 然后开始苍白 然后麻木 然后就瘫痪掉了 非常可怕的现象 所以这一点很可怕也很重要 特别要注意 再来低血压还有缺铁 缺铁大家知道说好像会比较累 头晕想 所以为什么跟我们的手脚病人也有关 因为铁其实是我们心脏血管的保护因子 如果说当我们铁过低的时候 确实也会像刚刚袁医师说的一样 我们血循环会比较弱一点 平常当中其国人现在大概有14%人 都有缺铁性贫血问题 也就是每六个人 不管大小男女 主要是女性这边 在女性这边的话国民调查 已经14%有所谓缺铁性贫血问题 大概每六个人当中有一个 所以如果我们要补补铁的话 我会蛮建议吃吃看我们的鸭血 很多人说好像吃红肉比较补铁 其实是鸭血直接以血补铁最快的方式 了解 OK 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所以如果我们铁值到达一定的程度 基本上就比较不会有手脚病人的问题 对 没有错 好 接下来 动脉硬坏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还有肿瘤等等 甚至这边也提到说 两手的温度会不太一样 对 其实这个两手的温度会不一样 我跟他朋友讲到 我们的血是热的 所以两手温度会不一样 就代表两手的血液供应量不一样 这个原因有很多的 像我自己的母亲就是 她有一阵子两边的血管血压 因为我妈妈本来有高血压 所以她地址在量血压 她有一阵子量她自己的血压 左手的血压 相比右手低了30之多 差了非常非常多 而且她左手摸起来也都是麻木的 对 后来去 我带她去心脏血管内科检查 才发现她左边的手骨虾动脉阻塞了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血管会动脉硬化 通常这是因为不太动 所以我们发现说 你比较活动的那个肢体 它不容易动脉硬化 我们的冠状 应该说冠用手比较不容易 所以为什么我认为说 手不太容易动脉硬化 因为手一天到晚再动来动去 脚容易动脉硬化 因为脚有些是坐的站的 就不太动 它就容易动脉硬化 两只手之间的话 不太常动的 所以左手有些大部分的人的话 它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 血压是低还是高 血压当你动脉硬化的时候 血就过不去 它血压就会低一点点 低一点它就会有堵住的情形 它两边就会落差 我们如果真正的 我常常去考我的病人 量血压量哪一只手比较准 量哪一只手 宥宽老师觉得 一般应该是左手 可是我看现在很多的医院 都是直接这样右手 好 到底量血压量哪一手 所以如果你仔细看那张 心脏图的时候 血压是同一颗心脏 瞬间打出去的 它到任何地方 应该是一模一样 所以不管你量两只手 应该是一模一样 没错 你这次右手 可能比较粗一点 所以你可能在量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差距 但是我们容许大概 10到20毫米拱柱的误差 但基本上不能有很明显的差距 也就是量左手跟右手 如果观众朋友你量 或者家里头的长辈量 差到40是不是 30以上 30以上 就要特别注意 而且要去心血管外科 做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这有个病人 他一直觉得这边腋下的 左边的腋下会疼痛 土下会疼痛 他没有什么症状 除了疼痛之外 他没有其他任何的症状 他只有在冬天的时候 那是他冬天的时候 来我们门城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来冬天的时候 他觉得他左边的手 冷到比右边差很多很多很多 他第一开始去看心脏内科 现在就去量他学校的时候 发现他两边是差得快40之多 所以后来去查出来 他既然是这边有个肿瘤 去吃到这边的血管 把他整个这样包覆住了 所以他之前的疼痛 都是肿瘤引起的 另外还有肿瘤 为什么会造成一些血管 会觉得这样子很麻木 手就很冰冷 那个跟缺帖也是有一样的关系 当然肿瘤跟正常的细胞 有什么不一样 肿瘤就是血管很多 而且他血管都是很脆弱 因为他是心长进去的 所以他很容易会胜血 所以很多有肿瘤的人 他会长期他就会有 慢性贫血的现象 就会跟你一般缺帖性贫血 是一样的 你也会觉得手脚很冰冷 另外有一个 其实像肝炎 大家觉得很奇怪 肝炎跟手脚冰冷有什么关系 这是前一阵的一个新闻 一个35岁的女性 她只要每到冬天 她已经好几年 她每到冬天 她手就像冻伤一样疼痛 你就觉得很怪 一般的人他只是觉得手脚冰冷 也不会到很疼痛 可是她只要冬天她就变这样 而且就红的 纸结的地方都是红的 她还觉得没有怎么样 因为人家跟她讲说 女生本来就会这样子 就叫她常常这样多甩一甩 她也常常很听话去多甩一甩 甩一甩就好了吗 她甩一甩没有什么用 可是她就觉得 她就是天生体质 因为她这样子也好几年 她就没有管她 是今年的冬天很夸张 她除了关节会僵硬之后 她连脸部都瘫掉一边 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不就是中风吗 她要赶快去看医生 结果发现她真的是中风了 她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知道吗 她得到一个叫做 冷磷球蛋白血症 名字听起来绕口 球蛋白就是我们身体里面 一种免疫蛋白 冷磷就代表我们说 这种免疫蛋白 在天气冷的时候 它就会沉淀 它就会沉淀 它体内就是被查出 还有这种很奇奇怪怪的 免疫球蛋白 天气一冷 因为什么时候会这种 耳垂还有指尖 这边温度是最低的 所以那个免疫球蛋白 运到这边来的时候就沉淀了 就把末少血管通通都塞住 所以她就非常非常的疼痛 她觉得很奇怪 她怎么会得到这个毛病有没有 就发现她得到的是 我们这些常常就是说 西晶肝炎只影响肝 不是 我们这有提到过 西晶肝炎只影响到全身 甲状腺 食道癌 什么都跟她通通都有关系 还有糖尿病 什么都跟西晶肝炎有关系 所以西晶肝炎有很多的肝外病变 所以这个女性 她就是因为有西晶肝炎 所以造成了一个冷磷球蛋白血症 造成她手脚会僵硬 可是事实上这种东西 不是只有西晶肝炎才会 所有的自体免疫毛病都会 所以才说女性 如果你在冬天的时候 手会变成像这个样子很疼痛 你要小心除了肝炎之外 一些自体免疫的毛病 比如说红斑性狼藏 风湿性关节炎 硬皮症 通通都会 但是我还是要讲 女性如果说你常常会手脚冰冷 但是没有到这个地步的话 常常都是原医师讲的那一种 你可能就是有三高 有心理不整 甚至你可能是心脏衰竭 心脏衰竭因为血打不出去 所以就是末端就会不够 因为我们也常常提到一个 甲状腺功能不够的人 也常常会觉得手脚冰冷 所以女性如果你觉得手脚冰冷 但是还没有到这一步的时候 其实上应该要检查到 应该是三高还有甲状腺功能 还有看看自己有没有贫血 那再来就是你观察 你的手指甲 手指甲 对 因为大家想 我如果营养不良的时候 我第一个萎缩的是什么东西 大概就是手指甲 如果是在脚上的话 你就会发现毛发就开始脱落了 对 所以这边讲说指甲钙化 对 指甲钙化大家可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我没有 不好意思 可以跟各位讲一下 你指甲去看 上面会有一个小小的白点 一个一个白点 可是很多人都有那个白点 对 那个其实大部分就是 你就是钙化 为什么 因为指甲里面还是很多蛋白质 你当面墨烧血流不好的时候 你的指甲那些蛋白质 供应量就会不够 它就会有点坏石 坏石就会这样钙化白白的 OK 你待会再问一下我们的中医师 中医师 你用马脉的方法最能够测试 当你有灰指甲的时候 如果你的脉搏还是跳得很好 代表血液供应的很不错 不用太担心 可能要去皮肤科 去看黑指甲的问题 当你看到说 糟糕 指甲开始变灰了 然后你发觉你的脉搏变得很弱 然后你四肢有点冰冷的话 那可能就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那就要来查 刚才讲的那些东西 心脏的问题 血管问题 甲状腺的问题 给它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那些手脚冰冷的人 我们很怕摸到都是尘脉 甚至是叫浮脉 什么浮脉 就是踏在地上那个浮脉 浅浮的浮 要按得很深才能够到 要按得很深 尤其是如果摸到浮脉的时候 最怕的是什么 我们老一辈在讲 最怕就是摸到肿瘤 所以把脉可以拔出肿瘤 如果以专精脉学的中医师来讲 有时候会用这个来诊断你的 就请病人赶紧去做相关检查 一定会搭配做我们现代医学的相关检查 有实证有影像是最准的 原来就中医来说他们比较担心的 还不只是手脚冰冷 还包括有的时候是手冷脚热 有的时候是手冷肚子热 这代表什么 待会我会告诉你 我想先问彦宽老师 其实就老祖宗的智慧 在皇帝内经里面对就这句 虚邪贼风必知有识 这提醒我们什么 这个非常重要 天气开始冷的时候 以前不是说训练一下 那个是以健康的人你可以训练一下 如果自己已经有问题的 那你就要懂得去 避之有识 要懂得去防护他 所以你看这个贼多直接 贼来了能有好事吗 贼风 绝对不会有好事发生 而且不要让贼来 你家里头这个锁要好 就是你要有相关的防护 这一点很重要 当我们受到寒气的时候 关节 血管 肌肉筋都会受影响 所以很多人到了天气一冷 关节就开始会僵硬 然后容易会有头痛 晚上睡不好 好 叶宽老师他提到了 有一个脚冷 所以我先问第三个好了 如果手热 但是脚冷的人客 那是什么状况 如果说这个人他手热 然后我反对他脚冷 或者我请他拿自己的手 你去摸自己的脚 像你的脚会不会觉得 你的手会不会觉得你的脚冷冷的 通常一个阳气分布均匀的人 他会觉得身体的温度是差不多的 对 他不会有那种差异感 我看到这个人 好 没有受过伤 如果是上班族 我就看说 你是不是主管 主管会手热脚冷 对 为什么 你是不是晚上睡觉 说睡不好 来这个副院长主管说一下 你脚也没有冷 面扇心恶 对 这可以用在你身上 面扇心恶之外 脑袋也要操办很多事情 因为这类的人 为什么会拆主管 是可能他的脑袋都停不下来 所以说他的气血 都一直往脑这边 往上面去分布 反而身体 因为氧气已经不够了 又一直脑袋一直停不下来 一直攻击脑部 所以说上半身的气血 温度会比较高一点 下半身反而就偏凉 所以他反而下半身要去多动一动 反而要多动 因为他反而脑袋停不下来 让脑袋停就是要手脚动 OK 好 那相反的呢 手冷脚热 手冷脚热 其实算是比较常见的 通常都是出现在 一个叫做好吃懒做的族群 你这样讲谁敢承认 大家都不愿意承认 所以通常第三个族群 是动脑特别多的人 然后第二个族群也是比较 动身体特别少的人 OK OK 我们西医的话把这三个东西 也分得非常清楚 真的吗 第二个 手冷脚热 我们就叫做静脉曲张 静脉曲张的时候就是说 你的血液 静脉曲张的时候 血常常是滞留在下面 你不常坐 不常动 然后坐在经济舱里面 坐很久不站起来的时候 血就往下沉 所以血是热热的 所以你脚就会觉得非常热 上半身没有血 所以第二点大概就叫做静脉曲张 第三点的话 手热 脚冷 我们叫做糖尿病病毒 周边血管阻塞性疾病 因为糖尿病病毒的时候 它到了末哨 尤其到脚的末哨的时候 血管就开始产生动脉硬化 血就过不去 那么周边血管堵塞的时候 也是到了脚的血管 全部堵住了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周边血管阻塞 或者叫脚中风 也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的话 手冷肚子热 那就是我吃的太多了 对 这个手冷肚子热 我待会才要来请教中医生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就是吃太肉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想先问彦宽老师 我们刚刚提到说 要补就吃食物就好了 可是你的观念不太一样 今天我来教一个火轮法 一招把这个须全部都补回来 重心要整个占到我们的左脚 你没有来做你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像那个映华老师讲的 把周边都放在这儿 这个脚超酸 其实很酸 对不对 超酸 就是身体有没有热起来 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 已经在浸汗了 其实整个背部都会出汗